第17题,他给了一张表,横轴代表的是原子的质指数,重轴就是原子的质量数,质量数指的是质指加中质的数量。 因为质指和中质是一个原子中比较重的两种粒子,就用它们的数量来代表原子的质量。 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B选项开始看,它说猪汉E为同位数,同位数指的就是在周期表上相同位置的元素,表示它们是同一个元素,有相同的质指数量,但是不同的中质数量。 所以在这个表上会看到就是它的质指数相同,但是质量数不同。 猪哥E,它们的质量数都是32,质指数不同,所以它们是不同的元素,这并不是同位数。 在这张表上,E和F有相同的质指数,不同的质量数,它们才是同位数。 一选项,F的中质数比一还要多,一和F有相同的质指数,但是F的质量数更多,就表示它的中质数量应该比较多。 一选项是正确的。 那从这个表里可以把它们的中质数算出来,一的中质数就是由质量数32,减掉质指数16,就是16个中质。 F的中质数,F的中质数就是质量数34,再减掉质指数是16,等于18个中质。 诸权上,要问H和F的加电子数谁比较多。 因为它现在表中给的是原子的质量数还有质指数,既然是电中性的原子,就代表它的电子数和质指数。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H,它的电子数量是20个,F是16个。 那根据原子外面,每一层可以容纳的最多电子数,我们就可以把价电子数,也就是最外层的电子数量找出来。 第1层最多就是容纳2颗电子,第2层最多可以放8颗,第3层理论上最多可以容纳18颗电子,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前三周期的元素。 它会先放满8颗以后,就会放到第4层去。 我们现在H的电子数量是20个,那就先把第一层放满两个,再放到第二层也放满,放8个,然后第三层也放满。 排到这里总共有18个电子,再加上剩下两个电子,就会排到第4层。 那我们所说的价电子数,指的就是最外层的这两颗电子。 F元素它有16个电子,也是从第一层开始放,先放两个放满,然后第二层8个也放满, 这样总共放了10个,第三层就只剩下6个电子。 然后它的最外层就是第三层的这6个电子,就称作价电子。 所以,应该是F的价电子数比较多,说是错的。 A选项,要问A和B原子的半径。 这个就需要知道它在周期表上的位置,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元素。 在这里面,之质数,就决定了它到底是哪一个元素。 A有6个质数,代表它是碳原子。 碳和佛它们在周期表上是同一个周期的。 在同一个周期,越往右边,如果电子贴在同一个科层,但是质数的数量变多了, 所以吸引力就变大,就会把电子吸进去,让原子半径比较小。 也就是说越往右边,原子半径就越小。 所以,碳原子的半径比较大,A是正确的。 C选项,要比较C还有珠的氧化物碱性。 C,它有11个质子,应该是钠元素。 珠,它有15个质子,应该是0。 一个是金属,一个是非金属。 金属的氧化物会是碱性的,非金属的氧化物会是酸性。 所以碱性比较强的应该是氧化钠,就是C的氧化物。 的氧化物碱性的氧化物碱性的氧化物碱性。